大家好,我們是娛樂油麻地 在昨天24年3月29日星期五 我們親身去到六湖徵舍和佛傳寺 看看六湖工程的進度 今次我們有多個YouTube頻道的朋友一起參與 包括FMTV焦點視頻的Matt Lo和王法海師傅 危險人物2.0還有我們娛樂油麻地 第一次約旅合行山,我們就遲到了 看看這班娛樂油麻地的團隊多麼頻繁 好,趕到來東沖地鐵站之後 我們就有很長的車程 大約有45分鐘 沿著這條很窄的山路一路去到六湖徵舍 根據工程一方所說 平時接送工人、買飯、還有運輸、工程材料 都是要透過這條窄窄的山路 幾經辛苦,我們加上行山 終於就來到六湖徵舍 在參觀的時候 這隻非常有靈性的小狗一路引領著我們 他叫做小龍,今年已經六歲了 是致遠去致養的 不過我們見到他非常瘦弱 不知道有沒有人照顧好他呢? 這次來到六湖徵舍 我們是用普通市民和善信的身份來參觀 我們見到外面的環境非常清幽 而且比我們想像中大很多很多 現場所見六湖徵舍是透過很多個小型建築物組成 延免整個小山優、外牆和車路已經大致完成了 鏡頭所見中間的就是正門的入口 而一路沿著右邊行走 我們會見到樓梯、不同的佛像裝飾物 還有洗手間 洗手間已經建造完成 而後面相信就是花分池 洗手間的旁邊 我們見到一間裝修得挺精美的小屋 現時仍負責六湖徵舍和佛存寺的工程公司 已經找了公證行 列出他們現時的工程進度和造價 相信復活節後就會有結果 至於很多網友關心的花分池 我們就看看航拍 現時六湖徵舍仍然是方便和歡迎 善信入內參觀和莊香 當日我們都有入屋叫人入廟拜神 順便看看裡面的裝修 見到大部分的房間、廟宇的主堂 以及一些做法會拜神的地方 已經有一個很完善的裝修 無論是樑柱、牆壁和天花板 也都做得非常漂亮 當然大紅寶殿也有一個很宏偉的佈置 屋頂也都做得非常精美 入到寺內我們穿梭了很多很多的房間 見到絕大部分也都完成工程 只有小部分還有材料放在地上 雖然是復活節假期的第一天 但是我們見到沿途都基本上沒有善信 房間也有很多都是鋪了膠紙 未正式使用 除了看我們的短片之外 由於是開放公眾參觀 大家亦都可以有興趣去到六湖精舍看看 這裡附上當時的工程合約和細節 看完六湖精舍之後 我們以步行的方式大約走五分鐘 就去到鄰近的佛傳址 一路走的沿途 我們見到有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寺廟和禪修中心 鳥與花香 人結地靈 無論是否佛教徒都好 這裡都是一個非常清幽 適合遊覽的地方 和六湖精舍不一樣 佛傳址清楚寫明私人地方不得內進 所以我們就沒有像其他KOL一樣 為表尊重 我們只是在外面看 沒有爬進去拍下入面的情況 我們在這個打開的窗戶外 見到有一個紅色的膠筒 我們估計其他人就是透過這個方法 爬進去拍下入面的環境 為了在不內進 但可以大約看到入面的情況 我們選擇了用手或自拍神棍 走至鏡頭鑰匙 我們用這個方法來大約拍下入面的環境 透過我們拍回來的短片所顯示 裡面可以用胸毛一物來形容 工程方只是做了拆卸和搬走雜物的程序 大家都可以看到裡面幾乎是什麼都沒有 佛傳址目測就比六湖精射細很多很多 也可以在工程合約裡面見到 它的造價報價也是相對比較便宜 裡面是一個仍然未有裝修的狀態 也都未見有其他善信或者是裝修建築工人 在裡面做工程 所以我們一行人基本上都在這個紙的外圍 外面草地的地方圍著它 彈彈彈地拍照 所以可能那些短片有些重複 請大家不要介意 根據我們了解 佛傳址和六湖精舍兩大地方 都是合約裡面涵蓋的工程項目 不過他們的先後次序就是 先做六湖精舍後處理佛傳址 現在見到佛傳址只是一個拆卸工序 而外面也佈滿了很多的雜物 也都看看佛傳址的工程合約部分 列明了項目和價錢 還有雙方的簽名 而比較特別的是 這份合約的最後一頁有一個補充協議 不妨都看看夾閱雙方要履行的承諾 各位也可以研究一下是否合理 我們一行人由早上 差不多日出的時間開始參觀 去到中五十二點就完成今天的旅程 最後我衷心希望六湖精舍的工程事件 就好像這塊牌匾所說 回光返照 令到有心和有能力的人 好好管理這片土地 讓佛教徒都可以享受這片寧靜的福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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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光返照 其實我身邊的無形 也有一些熱療